OK 我们先开始吧 我是来自英飞网络的张淼 以前我是几个月前还在百度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 如何建立一个面向云转生的流量管理平台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之前在清华首先待过12年 最早是做底层的网络的 最早是从97年开始做路由器 然后之后在多家公司做互联网的应用 然后12年到百度 然后做了10年多 主要集中在应用层的负载均衡 然后包括在百度做了代码委员会的主席 出版了代码艺术这本书 可能很多做开发的同学会有兴趣 那么今年4月份我们这个团队是独立出来 专注地做我们的负载均衡的技术 那么首先讲一下就是负载均衡 刚才其实下午两场前面也讲了不少 那么应该讲负载均衡这个技术 其实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 但是应该讲这个技术目前 传统这些技术其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右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部署的架构 那么前面是SR卸载 然后下面是防火墙 然后在之后是按照业务纵向的 会建立它的四层及七层的这个转发机群 那么这个四层的设备 传统设备它还是非常复杂的 功能也非常多 但是应该讲它在这个七层处理能力上 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现实中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客户 它会使用这个NGX 来作为它七层的这个扩展的能力 那么这个硬件本身 它其实不符合我们云原生的这种要求 就是无法动态扩缩容 而且升级起来比较困难 那么更为重要 现在来说很多的云所要的能力 那么传统的无论是这个传统的一些网络设备 以及像这个NGX这些老一代的七层 它其实不支持 比如说这个多租户的能力 其实像这个设备和这个NG这样的这个开源 其实它支持的都不很好 另外就是配置的变更 其实在我们云的场景是非常频繁的 但是配置变更其实做的不太好 当然刚才讲那个envoi 其实话兵讲到一个很重要的envoi一个feature 就是它都可以动态非常好的进行动态的加载 那么包括还有统计的能力 这其实是可观测的要求 那么我们也会发现传统的这些 无论是硬件还是它的软件这方面 这些都不太好 还有就是因为安全能力的缺乏 所以造成这里面 需要把这个安全相关能力放在外部 而且是一种串联的架构 那么这里面很多的这个使用场景是基于硬件 也是没有扩展能力 另外防火墙这里面是一个串型的 是可能出现故障的点 可能出现由于你的配置的升级 导致性能下降 甚至说这个整个系统的崩溃 另外就是还有现在一个新的场景 叫做多处理中心的这个调度 这里面有些这个金融场景叫同声双火 那么这里面的方案其实来讲 原来主要基于DNS 那么DNS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是 调度能力很弱 生效速度比较慢 因为它基于这个缓存机制 还有就是整个精度是比较低的 如果你想精确的在多个数据中心 或者多集群间进行精确的流氧调度 这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对于设备来说 还是沿用很早之前的管理方案 就是SMP命令行等等机制 这些也不符合我们现在讲的 软件定义网络这样一种趋势 那么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 对于整个流量转发的一些需求 首先基本的讲 负载均衡最基本的需求 是要稳定 就稳定是负载均衡的第一需求 这其实被很多的同学忽略 认为说性能或者功能 但其实是稳定性是第一需求 然后是性能 然后是相关的一些熔断保护安全等等 那么从现代应用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四个需求 比如说可扩展 支持多云和混合云的部署 它可以随便的迁移 以及说高可用 我们可以快速恢复 还有就是要支持迷迷带 这是从现代应用提出的要求 而从云元生和微服务角度 我们发现动态扩缩容 大规模的应路有 现在微服务做了拆分 那么服务种类是爆大式增长 所以它的整个应用路由表的膨胀 是非常厉害的 包括在很多的一些大型客户 出现到几万 甚至超过十万条的路由表 还有就是多K8S集群 那么如果大家去看CNCF的 每年的调研报告 会发现很多的应用的企业 它的K8S集群是超过十个的 在生产环境 所以多K8S集群的切换 快速而精准的切换成为一个刚需 还有以脊椎服务间的安全防控制 这是安全的需求 那么我们这里面提出的一个思路是什么的 就是我们要从一个简单的负载均衡系统 进化到什么的一个流量管理的平台 这个平台 那么可以看到 看到一个独立的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呢 其实它是可以把流量向我们计算的平台去转发 那么这个计算 咱们现在谈K8S是一个容器的 但是很多的这个企业里 它还有它的遗产 对吧 它有基于它有物理基的 有基于虚基的 那我们其实把这个整个流量转发平台 独立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不用在乎说 它到底是不是K8S 这并不重要 对于流量转发平台 它看到的就是一个服务的实力 就是IP加端口 它可以把流量转发过去 那么对其他的也是可以兼容 那么在这个整个流量转发平台之上 我们是指哪些功能 包括转发 包括调度 还有可观测 还有安全 这个平台整个这些功能都可以提供 那么在这平台内部 我们也是一个面向云云性的架构 包括四层七层是各自独立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四级层要分离 那么为什么要分离 因为四级层的属性很不一样 需求很不一样 四层是要求性能比较强大 它要能尤其对于南北向 我们要接受外网的巨大的攻击的挑战 而七层要求它的能力 它的能力功能比较强 要能支持快速迭代 所以我们这里面会 可以选择不同的技术站 而且可以各自进行扩容 这其实也是一种微服务的思想 实际我们把原来整个的一个 放在硬件里的实现 变成了两个独立的服务 那么它可以各自根据自己的需求 进行一种扩展 所以这种架构其实是 比原有的这种极硬件的架构 要更加先进 那么在这个新一代的平台 我们会发现它有几个特征 那么这总结了十个特征 第一个首先它要软件化 它需要进行快速的扩容 那么后面几点 四级层的分离 以及多主 刚才讲到这个硬件 它是主备的 那么包括输管平面分离 这几点都是为了它可以快速的扩松 另外刚才也提到我们多云 或者多集群的这个调度能力 这现在也成为一种必须 还有刚才提到了 对于这个微服务场景下 多这么多的服务的类型 我们需要具有比较强大的路由管理能力 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 这个伙伴反馈 就是传统的 比如像NG这样的实现 它可能比如支持几千条路由表 就已经遇到一些性能瓶颈 而我们现在实际的场景 可能要支持几千条的路由表 还有就是这个可观测 就是你的流量变得可见 以及要它自己要包含安全能力 以及包括多租户 多租户 其实刚才那个前一个报告 有这个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其实多租户是一个 在这个敏捷发布 是一个非常强的 或者一个非常强的需求 在传统的这个很多场景是 这个上线是由一个运维团队统一来做的 那么这个效率非常低 基本一天最多两个窗口 但是在多户场景下 全线进行隔离 那么各个业务 它是可以独立进行上线 可以它不受到时间窗口的限制 可以七三二十随时上线 所以这里面这个多租户 其实对于整个敏捷发布 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 另外平台化API接口 这个其实这个在这个时代 是变成非常关键的 就是软件定义网络 那么这都是很多这个配置的变更 是由我们的这个程序来驱动 并不是人来驱动 所以这里面接口的完备性 接口的性能就变得非常关键 所以我们这里面这个管理平面 这里面数据面和管理平面进行分割 然后数据管理平面主要是四个功能 第一个配置的管理 然后第二个对整个平台转发的状态 进行监控管理 然后第三多租户的支持 然后第四个就是要对象提供 比较强大的这个API的能力 那么现在很多开源 其实它并没有提供很强的 这个API的接口 然后下一个就是我们对于 整个底层引擎的生态的一个对比 那么这个领域确实这几年 产生了很多的新的这个项目 所以很多人很多同学也非常困惑 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技术 那么我们也是这个大概一两年前 做了一个整个生态的一个梳理 我们这里面是按照语言来去梳理的 就是发现有四大生态 第一个生态是 NJX 其实它是C加这个Lua语言 那么这是一种技术 然后这个应该讲历史的存量非常大 然后第二个呢是Avoy 前一个演讲就是关系Avoy 它是快速崛起 对这个在 也是CNCF的毕业项目 它是基于C++的 然后第三个是够语言 我所从事这个BFE这个项目 其实属于够远生态 然后第四个是RUS的语言 RUS的语言 RUS的语言是为了解决C语言的 这个内存的安全性问题 所诞生的这么一语言 那么我们看一下刚才讲到 就是从稳定性的角度出发 我个人看法 够和RUS才是未来 那么可以看到这一列 就是C和C++ 它在内存的安全性上 有非常固有的问题 大家可以发现就是像 比如说像这个Avoy 大家可以看到CVE 现在爆出来非常多的漏洞 这个问题是根本没法根治的 包括C语言 包括还有Lua这里面 其实Lua在一些项目里广泛的使用 但是真正有经验的系统程序员会说 把脚本语言用到一个系统机转发 是非常不合适的 所以在前年 前年有个上海B站 当时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故障 7月份出了一个五小时停机的故障 当时是因为Lua的GIT 当时触发了一个bug 然后导致整个配置推上线之后 整个出现死循环 这个CPU全部打满 当时处理了五个小时 所以这里面就是 我刚才也反复强调 就是稳定性 对于我们的整个选情非常重要 那么Lua从稳定性选择 刚才说到就是 Go语言和RUS语言 是我们的最终的选择 那么这里两个生态 到底我们选择哪个 我们要对比一下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里面会选择购语言呢 就是在开发效率和开源生态上面 我们发现RUS这方面略是非常明显的 基本研发的成本来说 RUS语言的投入 基本是购言的五倍 也就是说你做一个feature 你如果说用购言一礼拜做完 但是你用RUS可能要四到五周 这个成本是相当相当高的 当然这里面也不是说购言 研究什么都好 对吧 我们看到两个稍微的劣势 一个是它的性能 这边是稍微差一些 对 相比C语言和RUS语言 另外就是在高的CPU压力之下 GC的长尾延迟 还是能观察到 但是我们会发现什么 大部分的公司的场景 流量是非常小的 应该可以看到 对大部分的公司 如果它的最高的峰值QPS 能达到10万量级已经是非常少了 非常少了 能达到100万更少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企业到底多少 那么对于这样的压力 其实依靠简单的增加CPU 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而现在大家知道 CPU已经变得非常便宜 相比我们的时间成本 相比我们的人力成本 已经变得非常便宜 所以我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呢 在99%的场景 对99%的企业 基于购言的实现的 这样一种机制就足够了 只有1% 大家知道Cloud File 美国第二大的CDN厂商 在基于Rust开发它的网关 来替代Engis 那是因为它是CDN场景 它规模过大 当然CDN的整个的功能的需求 相比我们在IDC里面 做API的管理还是要简单很多 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 一个生态的对比 另外我也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BFE的项目 因为BFE项目其实已经开源 是19年开始 今年已经差不多4年时间 那么我们也是2020年 进入到CNCF的杀项项目 那么这个平台本身 是百度最早去建立的 一个7层的转发的平台 是从12年开始建设的 那么我们是基于购言的 这个项目是14年去把它重构 然后15年 年初完成全量的上限 那么我们也是在19年 完成了对整个 百度春晚红包项目的支持 大家知道这个大流量非常巨大 所以在这当时也是承受了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然后之后呢 也是被两个 一个是央视网 另外一个是开源 被360车使用 那么我们同时也是在 这个招商银行使用 今天上午那个CASE的报告里 就提到这个 就是我们这里面 也在金融的场景 能得到这个使用 对另外我们在这里面 也是在前年出版这本书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一下 这个也有线上的版本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 就是我们对这个整个 负载均衡技术进行了一个 比较深入的一个研究 然后下面介绍一下 就我们的细节 到底我们怎么支持 这个云原生的 这个负载均衡 那么首先 对于一个负载均衡来说 最重要的其实是他的路由 那么我们会发现 在传统的这个方案里的问题 就是首先不区分租户 把这些配置都混在一起 另外就是优先级的管理 尤其像NG字里面非常复杂 就是你优先级如果理解的不太好 你很容易配置出现问题 如果大家用过会知道 然后第三个 正则表达式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坑 正则表达式 如果你想做一些 稍微复杂的匹配 你会用到正则表达式 而这里面在可维护性 就可足性 以及说它的这个 这个性能方面是有巨大隐患 就如果你写的不好 一条表达式可以把性能 直接掉几十倍 所以这个对于很多的公司来说 你如果用在一个多租户场景 如果你去不控制正则的提交 可能一个租户提交的正则 可以把整个平台全部搞挂 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就是传统方案 刚才前面讲到它的一些模型 其实支持的字段很少 比如只支持后色Path 其他的一些 你说我要对Cookie 我要对Header进行匹配 其实你配起来非常困难 那我们这里来说 就是我们的方案是什么 既考虑了性能 也考虑了描述能力 大家可以看右侧 这是一个我们租户的一个转发表 那么这个转发表是彪化两部分 一部分是这个基础的表 这个表是只支持Hose和Path 它的性能非常高 那么如果说你觉得不够用 那么你可以在下面这个高级表去描述 那么这里面我们使用了 自己所发明的条件原语这样一种机制 比如说这是请求的Hose的是在C.com 或者请求的Cookie 是旋缀这个 类似这样的源于我们有40多种 而且很容易扩展 所以它这边还可以与过飞的进行组合 这样一种强大的描述能力 是可以支持我们很多的路由的一个表达 而且我们在整个这张 就是这个系统 它可以支持非常庞大的路由表象 我们目前在生产环境已经支持超过5万条的表象 这个其实在很多其他的这个对应的项目里 它是很难支持这么大的数量的路由的 然后另外一点就让我提到这个多基群的这个转发的问题 那么这里面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刚才讲的 同城双活现在成为普遍需求 一个城市内建两个数据中心 我希望快速切换 还有呢就是多K8基群 刚才我提到这个CNCF的调研报告 那么在多基群场景下 为了保证你服务的可靠性 我们需要把同一个服务部署在两个甚至三个 或者更多的这个K8S基群里 来保证它得有足够的龙缩能力 那么传统的机制 刚才提到了就是基于DNS DNS的方案 那么整个生效速度 如果你走外网去调度 那么整个生效速度要8到10分钟来 才能完成这个90分位点流量的切换 当然在内网里面有些我听到有些解放 是把直接把超时设成零 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 但是它仍然无法做到精确的 在多个基群间去分配流量 你可以把生效速度加快 但是你不能解决 你要想精确调度流量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方案是什么呢 我们用BFE来做多基群的分流 我们在这个多实力转发之外 我们还有一层是多基群的调度 那么从原理上来说 我们的配置只要下发到这里 立刻可以生效 不用等待时间 那么长时间 而且我们可以非常精确的控制 就是你是按照请求力度来控制 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大的优势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多疏忽 刚才其实前一个报告 有个同学提到了多疏忽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里面 对比就是NGIS 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支持 另外就是配置加载 传业中断 这是一个如果使用NGIS的同学 都非常普遍知道的问题 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项目 那么配置加载会加载所有的文件 NGIS很典型 一加载要加载所有文件 当你配置文件很大之后 那么这个加载成本非常高 然后还有刚才我提到正德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一条机制 首先内置多疏忽模型 大家看到我们是 整个模型上是有多疏忽这一层的 就是你的配置文件 首先是做了切割 然后第二个 配置加载不会影响长连接 就是因为它里面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多线程的 类似多线程的机制 在Go里面是斜程 然后第三是 我们对这个各个模块 是使用独立配置文件的 确实有很多开发者 第一次见到BFE的时候 说为什么这么多独立的配置文件 因为我要满足大规模场景 我要尽量减少热加载的成本 所以这里面每个配置文件 每个模块的配置文件 是可以独立加载的 然后另外刚才提到的 这个条件表现是 它是可以避免正责的这种问题 当然我要强调 我们的机制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是做配置隔离 但是不做资源隔离 不做资源隔离 也就是说 对于同一个BFE实力 多租户的流量 是在同一个实力上进行转发的 那么这里面来自的是 我之前做研究的经验 就是你做这个服务质量 就是你对这个机制限制越复杂 最后性能是越差的 那么所以我们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多租户 共享一个大的转发资源池 来实现你有更强的抵御能力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脱底的机制 就是我们可以在四层负载均衡 就是在BFE的上游 我们是要放置四层负载均衡 可以在这里对单个VS 进行一个限速 来对整个BFE的 七层转发集群进行一个保护 所以是这么一个综合的机制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可观测 那么这个可观测 现在也是非常被强调的一个能力 对于我们的运营非常关键 那么我们这里面 其实有两个机制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BFE的这个实力 本身是向外暴露 大量的状态信息 我们是使用了一个独立的 HDP的一个server 它对外有个端用的端口 这个端口你是可以用 一些监控系统 ZEBICS 就四项系统去采集 那么一个实力 我们暴露多少状态呢 上千个 这个跟其他同类的 开设项目相比是 差距就是很多的 那么这里面会形成什么呢 你通过这个集群的采集 最后汇总 可以形成一个系统运维的一表盘 对里面各种 这个实力内部的状态 进行一个监控 那么第二个呢 是对业务流量的展示 那么这里面的是 我们是可以通过 这里是可以对七层的 这个访问日志 进行一个采集 一个收集 然后最后汇总计算 打入到这个TSCB里面去 去进行一个显示 所以是这两种机制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对这个安全架构的 一些思考 那么这里面来讲 刚才讲到 这个SSO卸载 防护墙等等 是放在外部串行的 它会成为性能的瓶颈 也可能成为我们这个问题的隐患点 那么这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开源的方案 是使用了这个 这个NGS里面 内嵌Mouse Security模块 那么这里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这个Mouse Security 你的上了一个新的规则 如果它出现问题 那么整个这个转发也会中断 所以我们提出的方案是 将它外置 将它外置 变成一个远程调用方式 那么这个远程调用 是带有超时的 也就是如果你的这个 这个WAF这个服务 如果出现崩溃 没有关系 我这个直接超时返回 整个转发是不会中断的 然后下面是两个页 就是比较可能 跟大家这个想法不太一样的 第一个观点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叫做Ingress是不必要的 就是大家知道 Ingress是整个KBAS里 没个重要的解决方案 就是如果你是在这个KBAS内来 这个炮的对外不能 不可见的话 那么是需要通过Ingress来转发的 那么我们会发现 Ingress原本的模型是过于简单 所以它就会依赖这个annotation做扩展 这我们拿的是一个 NGIS的一个例子 所以有大量的这个annotation的这个描述 那么由于这样的这个描述 其实很难维护 所以后来社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 叫Gatev API 其实前面一个演讲也做了一些分享 讲到Gatev API 那么这个模型确实有所增强 而且是要求是支持这个CRD 然后可以不同的实现 可以写自己的一个描述 那么对各个七层网关来说 就需要独立实现这么一个控制器 那我的这个思考是什么呢 几点 第一个就是七层的网关模型 不可能统一 也就是我们做这个Ingress控制器 做这个Gatev API 它的这个基本假设是什么呢 是认为底下有不同的实现 但是对上层是可以透明 比如说底下换 你到底是NGIS 还是Envoy 还是BFE 无所谓 对吧 上面都可以无感 这个假设不成立 不成立 因为什么呢 大家如果去深入研究一下 就是这 至少这三个实现 这三个方案 它的转发模型差异很大 差异非常大 它们是不可能统一的 就不可能对用户是无感的 如果我们写出了这个 Annotation 就它Ingress这模型举例 写出来的是 其实那个Annotation 长得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第一个是假设不成立 然后第二个观点是什么 实现这个 Ingress控制器 对业务是没有新增价值的 就是我写了半天 不过是另外一种新的API 对于使用方 没有任何新的价值 对 而且更为恶劣是什么呢 相比原生的API 功能反而打折 为什么会打折呢 因为我们的模型 没法塞进去 我是把我的模型 做了一些简化 做了一些削减 才能塞到它原的 Ingress模型 或者GAP API模型里 所以其实用户使用 这样的方案 其实对它反而 功能是有损失的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的方案 是什么呢 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在像这里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 原生的API 完整地部署到 整个KPS里面去 这种是针对于 你的POD对外 是不能访问的 那么这里面 我们需要打通的是 使用一个控制器 一个controller 去跟KPS的API server 去打通 去做服务发现 进行相应的实力变化同步 这是第一种方案 然后第二种方案 是在KPS之外 独立部署 这也是一种方案 就是我们现在 比如说像 Kaliko这样翻 它的POD在外部 是可以访问的 它直接有 独立的POD IP 可以访问 那么我们的 气层网关集群 可以部署在外部 那么这个方式 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以 支持多集群的调度 刚才我提到了 多个KPS集群 怎么调 那么我们这个 是可以提供 这样的能力 那么这枚好处是什么呢 我整个这个方案好处 第一不需要额外实现 Ingress控制器 就是说你对 用前一个方案 当你实现完一个 这个网关实现完Fisher 你要写两遍API 对吧 你要实现一遍原生的API 你再实现一遍 Ingress控制器的API 实现两遍 而那个第二个是 没有行动价值 甚至是有阉割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整个的这个controller 就这个位置 非常简单 因为它只是一个 迟离发现 所以它不需要修改 不需要持续的变更 而且你可以拿到 我们原生的 这个负载均衡 的所有100%的能力 另外一点就是 整个网络和计算 是完全截偶掉了 截偶掉了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今天的观点叫 Sight Car 不是唯一的方案 因为这个大家 昨天我上午也参加 那个EastCon 听了一上午 对 包括我对这个Sight Car 也是保持在跟进 那么这边 我的直观感觉 是Sight Car的整个方案 过于复杂 那么就是说 以前的基本的 一个思路假设 集中式网关 走到分布式 那么这个分布式 走得非常彻底 这一步 就是每个node 甚至每个pod 上面去放一个Sight Car 但这一来说 这个太复杂 太复杂 那么集中式的网关 并不是一个单个网关 它也是一个集群 它也可以横向和扩展 也可以实现 我们说的安全 转发 可观测 这些能力 全部都可以实现 所以我现在的 这个看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形成一种组合 就是我们把这些 大部分的能力 比如路由 调度安全 可以放到 集中式的网关来 可以保留 少部分能力 放到Sight Car 那Sight Car可以 比如说支持一些 原来RPC SDK的能力 就是使它不要 就是这个 使它的升级 变得更容易 其实这种方案来说 其实我们 其实在生产中 已经在使用 已经在使用 而且非常简单 并不会出现 像ECO现在出现的 各种复杂问题 而且大家会发现 这个现在新的Ambient 其实它已经在 走向类似的思维 它会把它的 这个七层功能 也开始从它的Node 从它的POD抽离出来 放在外头 但它现在做的 还不够彻底 它还不是一个 多住户的 它还是要跟对 单个Service去 单独建立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 这个网关集群 就是我刚才前面 讲的那个平台 流量转发平台 我们可以 把所有的复杂功能 都可以放过去 OK 那下面是这个总结 就是原有的技术 包括原有的基于硬件的技术 以及像NGIS这样 老一代的 复材技术技术 已经没法满足 我们现在应用的要求了 我们需要针对云元生 去建立一套新的 这个标准或者方案 就是我提到 就叫面向云元生的 流量管理平台 它是一个整体 它不是一个单个的系统 不是单个技术 是整个一个平台 那么刚才我也抛了一个 比较重的观点 就是这个 基于Go和Rus的 系统复材技术 可能才是为的方向 虽然现在应该讲 从整个的使用份额来讲 NGIS 其实它的整个份额 我估计应该 80%至90% 但是我从语言的 这个属性 以及从我们 对稳定性的要求来说 我认为这里面 Go和Rus有更好的一个前景 那另外来讲 就是整个的网络方案 我认为未来 还是有很多 可以值得研究的地方 就是包括Ingress 这个方案 到底未来能不能持续 还是说会换成我说的那样子 把我们的原生的API 直接去使用 以及说Sidecar 未来这样的方案 能不能走下去 所以这是今天我想 抛给大家一些问题 对 所以今天的内容 就是这么多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张博士的分享 其实我觉得张博士 提出的一些观点 可以激发我们的思考 虽然说跟我们的 其他演讲 可能有点不一样 刚才主流观点也不一样 可能提到你深考 但是我想提出一点的问题 就是说 刚才你那个观点 就是说 Ingress API 或Gateway API 它是不必要的 我觉得这个要看从什么角度 因为本身 大家站的角度不一样 比如说你从一个 一个Vendor的角度 我是提供这个 数据面的厂商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 是一个负担 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 从一个深耐的角度 比如说我从一个用户 从一个深耐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是有它的价值在的 但是我们可以讨论价值 到底有多大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 发布的系统 比如说Argo Argo是开源的一个项目 那么我要去 对接一个流量管理平台 我要去做灰度发布 或者做一些别的 流量自由能力 那么我肯定是希望 我有一个标准的 一个API去对接 而不是说我要对接 十个一百个 一个实现是吧 这就是它的价值 我觉得它的价值 可能并不在于说 它能够提升你的效率 让你的Vendor的开发 更高效 它的价值在于生态方面 可能是 我觉得这方面 可能有点不同 下来的不同开发 谢谢 我刚才其实跟华彪 在底下讨论过 就是我们到底怎么理解 音乐生的生态 就是到底是完全的 所有东西都集成进 KBS 还是我们是认为 一个广义的生态 就是说计算是KBS 然后我们一些网络 可以在稍微 稍微偶合 低一点的 跟它进行配合 我觉得这边 是可以讨论的 OK 谢谢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张老师你好 我上午也跟您简单讨论过 咱们这边就是说作为sidecar 还是说使用一个通用的网络管理方案 这次我听完以后 我个人的感觉好像是说 如果是把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分 就是如果是用BFE的一个方案的话 我个人理解可能它的一个复杂性 其实相对来说更高一些 可能会更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去做运维 因为它把它集中起来 所以它的一个量会更大的时候 它可能需要专业的一些额外的开发在里面 然后如果是sidecar的话 我个人想到它可能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说一些比较没有太多网络知识的人 可以去参与一些改动 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是简单这么想 您可能对我这种想法有什么看法 应该讲就是 你无论是集中式的网关集群 还是你是sidecar的这种所谓的网格集群 其实理想的方式 都是由一个统一的运维团队来管理 这样它才可以独立地去跟应用脱离 让应用感觉是透明的 甚至它可以独立升级 是吧 对 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每个团队可能对一些网络的要求 可能不太一样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要实现类似的功能 你到底是把它放成一个集中式的集群 还是你分布地放在各个的机器 或者叫node上 本质上没有差别 就是从这件事的属性来说 对 只是它的location 就是它的位置 部署位置发生改变 对吧 一个是我独立地 可能部署在一些独立的虚机 或者是独立的容器之上 还是说你放到每个node 或者甚至每个pod里 其实这件事本质不会有差异 因为你要实现那些功能是类似的 对 我理解 对 这块我理解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如果要一个运维团队去管这样所有sidecar的话 它的难度是会非常高的 但是就是说如果要是使用sidecar这种场景的话 我理解它就不应该有一个大团队来统一管理 如果它不统一管理 sidecar又是有没有了 就是说你就跟应用开始绑定 对 但是 对 而sidecar本来设计的思想就是要跟应用进行独立 结构 所以确实在sidecar如何使用上 我为现在业界都有争论 对吧 比如说你跟应用的pod放在一起 这件事其实你自己的sidecar升级变得非常困难 你必须让应用去升级 对吧 对 而你当你用sidecar之后 你的数量 它会比你集中式的集群的数量 可能要提升至少一个数量级 甚至两个数量级的时候 你的整个运维的复杂性会变得更高 是吧 所以就是得分开 对 所以我觉得sidecar这块有 对 所以sidecar这条路 其实在整个管理复杂度上是有很大的问题 对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 谢谢 时间到了 还有一个 应该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老师你好 我这儿有那个 主要是想问一下那个BFE现在那个支持协议转换吗 因为我们可能北向流量可能是有一些 但是南向流量可能会比较多 不仅仅是ATTP 你指的协议有哪些协议 我只是实现Decode和Incode相关的 那个在 就是把那个BFE 步到极群外 然后用开了一口把那个网络打通 用极群外可以访问 对 对 但这个形式的话 你怎么去解决那个自动发现的问题 我们是有一个Agent 可以部署到极群内部 然后把整个KPS实力的变化 同步到我们的API 对 其实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了解 而这个Agent 其实不需要怎么修改 那这个Agent 其实是要跟API Server打交道了 他要去获取极群里的 对 去跟KPS的API Server去打通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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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看到它的那几个机制 类似F5的CIS 以及跟那个 以及跟服务治理的那个打通 有类似F5的MSDA 或者MSRA 那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组件 跟F5 我们是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定位 有一些参照啊 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场景上 不同场景的推荐 或者我们跟它的一些区分 有没有能不能 F5 CIS 主要还是四层的一个转发 就是七层共同相对少 然后第二 CIS它的节点 应该说是一个主备的方案 是吧 据我了解是不能横向扩展 也可以 也可以组Cluster 也可以组Cluster OK 那这点是有一些类似 对 我们其实是支持 叫多机群的调度 我觉得这点上 可能据我了解 F5 CIS是不支持 多机群调度 就是在多个 多个KPS进行 进行一个按 按集群力度权重的调度 这个功能我记得很 因为对于F5来说 它就像刚才您说的 其实它只是有一个POD 那么从API server 去读取信息 然后反推到 BIP的API里面 对对对 这点是类似的 那至于它从哪个Cluster 里去读信息 其实并没有限制 因为对于整个F5的Cluster 来说都是它的Member 对 但是F5里面 它的转发模型里 没有说多机群的这么一种模型 多机群调度的模型 那我大概理解 好 谢谢您 好 张老师 张老师 我咨询一个问题 就是说咱们这个BFE 有没有在Cell化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时间 就是Cell化 就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像我们现在 就遇到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可能觉得 一个中心化的一个 一个流量的一个网关 觉得它可能风险比较高 那现在呢 我们希望又做一些Cell化的 比方这个Cell 然后专门有一个BFE 或者我们内部 有其他的一些 气层网关来负责 然后另外一个Cell 有另外一个负责 然后现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会发现 可能我们还需要在这两 就是我的流量 要转到不同的Cell的时候 还需要一个气层网关 就这个点 我们现在也是有一个 有个担心点 就担心这个 这个又变成一个中心化的东西 可能又会觉得 这个点 会不会又是存在一个 单点的瓶颈 好好好 谢谢啊 关于稳定性的一个讨论 就是 确实我跟很多的这个 人去聊 他们会认为说 像赛德卡这样 彻底的分布式 才更加可靠 认为我们这样 这个所谓集中式的集群 不可靠 那我认为这个观点 有点过于的极端了 因为本身的这个BFE 它也是一个集群 它也是分布式 甚至你在这个选择 部署的时候 你也可以选择它在 不同的这个 这个 TOR之下 是吧 不同的机柜 这也是可以去选的 所以并不能证明说 我们这样的分布式 就一定比那种极端的分布式 这个可靠性要低 是吧 而且我们实际在 多年的这个实验中 其实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再想的更极端一点 我其实再类比一下 就是说 你在一些数据中心里面 你的服务器确实是分布式 但你的网络其实是汇聚的 大家知道吧 就有几层的交换机 TOR到一层汇机到二层汇 那里面的交换机的 这个中心化 比我们这个中心化 是更为严重的 为什么大家没有担心 那件事它崩溃掉 对吧 所以从整个系统来看 我们绝对不是那个 最可靠性最低的那个点 如果要担心 可能是我们网络的 那个汇聚的点 可能是更加可怕 那它的数量并不多 对 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 对 然后另外部署角度 确实我们是 在一些特殊的行业 比如金融 它是确实有这个 分区的概念 它可以根据它的应用的 这个重要度分在不同的区 对 然后另外一点 就可靠性保证是什么 是我们的 底层实现机制 就我刚才反复在强调 我们是使用够圆的 那么从我们的 差不多八九年的实验经来看 确实我们在 几千个实力运行 然后跑几年的情况下 在线上 确实没有出现过 单实力崩溃的情况 而之前我们确实使用过 基于C元的实验机制 那么确实是出现过 可能小流量 在场景下出现崩溃 所以这点上我们在 使用够语言之后 我们可以做到两周的 一个迭代的上限 全量上限 这点其实是在其他语 用C或C加加语言 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 从语言方面 稳定性的理论的保证的 因为它够语言的内存 以及异常的管理 其实它是比C或C加加 要强大很多的 所以这里面 其实我讲 你的本身转发的程序 就非常高可靠 然后你的机器 本身又是分布式的 所以这些都可以保证 你的可好性 OK 好 谢谢 看还有人 那还有问题吗 给你接你 вы 给你 cảm keyword 想好 reasons